大家好,我是欣月 厨房里面空间太小 工具太多呢,又占地方怎么办呢 不用发愁了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款 火爆全网的多功能料理锅 一锅顶多锅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那就点赞并分享出去吧 非常的感谢 这款多功能的料理锅呢 就像煎炒啊,油炸啊 或者是红烧火锅,煲汤 盐局是样样俱全 比如吃个烤肉,涮个火锅 真的是太爽了 不用出门就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了 今天呢分享的就是这一个 太古超大容量的料理锅 盖子呢是可适的 在烹饪的时候 可以清楚地看到食物的颜色并化 盖子的边缘呢是一种防烫轨胶的 可以起到一个密封的作用 同时盖盖子的声音呢也会非常小 最重要的就是不会刮伤锅身 在密封的情况下 还能锁住食物的水分 它这个多功能锅呢 有深锅和浅盘两个配置 在不用的时候像这样给它挪起来 收纳呢更省空间 两边呢都是防烫的把手设计 在工作中替换锅具 不用担心被烫到手 我们今天呢就用一元的硬币 来看一下它的厚度 这个呢是深锅的厚度 这个浅盘呢还有更厚一点 摸上去这个质感呢是非常棒的 很厚实 整体的尺寸呢也是非常大 我们先量一下这个浅盘 内壁的长度呢是38公分 宽度呢是26公分 再把这个深锅给它放上去量一下 深锅的尺寸 深锅的内壁呢有37公分 它的整个一个宽度呢达到了25公分 它的深度呢大概是6公分左右 整体一个容量呢是足足有4升 足够一大家能使用了 即使家里面人多的话也不用担心 它的锅盒加热的主机呢是分开的 更方便我们清洗 而且这个面板呢也是微金的 很好打理 像脏了以后用纸或者是抹布 轻轻的一擦就很干净了 它的加热方式呢采用的是 IH电磁加热技术 不单单能加热自身的锅具 还可以搭配自己家各种的工具来使用 想在那里做饭呢都是可以的 根本不受厨房的局限控制 像我们平时用的炒锅 水瓶锅 法兰锅 全部都可以放上具加热来使用 像平时家里面亲朋好友聚餐什么的 七八个人呢都是足够的 它这个深锅呢是超大容量的 足足有四升 可以容纳下很多的食材 而且它的加热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 即使人多也不用害怕 而且它的这个盖子呢是密封的 盖上去以后密封呢会更加掩饰 可以让烹饪食物的过程中呢保留水分 而且快速熟透 它的操控面板呢也是非常的高端 右边的旋钮呢可以控制开关温度和功率 左边的旋钮呢可以选择功能设定 正计时和倒计时 右手呢像这样给它转动 左手的旋钮呢还可以选择煎炒火锅 红烧煲汤四周模式 这个操作面板呢就非常的高级了 而且它的那个温度呢也是可以随时调节的 最高呢可以调到240度 功率呢最高达到2100瓦 可以随意的调节大小 让我们在烹饪美食的时候可以精准控温 我们长时间的烹煮食物的时候 它可以设定倒计时最高三个小时 功率和温度呢都是非常高的 加热的速度呢和家里面的蓝气灶是差不多的 它的加热区域呢也是非常的有个性 中间呢是加热区域 等到食物熟透以后 直接移动到两边的保温区域 两边的温度呢大概是80度左右 做熟的食物放上去以后呢还能一直保温 温度呢和功率可以随时的调节大小 这种空温的情况下来做菜呢也不用凭感觉了 深烤盘全部都是采用的进口涂层 整个烤盘的清洗呢也是没有任何死角的 用完以后呢用纸巾或者是抹布 轻轻的一擦就非常干净了 它底部的设计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是这种喷土工艺的 可以让食物在锅中受热均匀的同时 导热呢也非常快 而且蓄热保温的功能也非常强大 接下来呢准备两条的小鲫鱼 这个鲫鱼呢提前一定要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把鱼肚子里面的黑膜也给它去掉 这是腥味的根源 我们先把鲫鱼放在案板上 来给它改一下刀 用刀像这样打一个花刀 像这样就可以了 同时呢也要反面给它同样的方式改一下刀 这样做出来的鱼肉呢也会更加露味 再来切一些小葱和生姜 会有效地去除鱼的腥味 最后呢切点姜丝就可以了 全部放在盘中给它腌制一下 加入切好的葱姜 沾上一大勺食用盐 下手给它抓匀 把这个鱼呢先给它简单的腌制一下 葱姜呢可以取出鱼的腥味 吃起来口感更好 腌好的鱼呢我们用厨房纸巾 或者是抹布来沾一下 把表皮的水分给它擦干 让它保持一个干爽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次的锦鱼呢我们先给它煎制一下 煎制成金黄色然后再熬个汤 煎制成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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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中呢喷上少量的食用油 然后把鲸鱼放进去煎制一下 在工作的时候它的温度呢是可以随时调节的 把鲸鱼煎制成一面金黄色 给它翻个面继续来煎制 这锅呢在工作的时候它的油烟呢是非常少的 即使我们在封闭的屋子里面也很少可以看到油烟 多煎制一会儿 把这个鱼的外皮呢煎制酥脆 这样熬出来的汤呢才会更加好喝 把鱼煎一下还有一个好处 在煎制的过程中呢 鱼的腥味就会被挥发掉一些 如果直接选择下锅煮的话 它的腥味就全部进入到汤里面了 煎好以后呢我们先给它盛出来 现在锅中呢还是比较烫的 我们在上面来上一点的老抽 先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用纸像这样给它擦一下 在清洗方面呢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它不会粘落在锅底 轻轻地用纸巾或者是抹布一擦就非常干净了 因为刚才呢中间是使用过的 在视频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中间呢还有一些淡淡的底色 这个呢也不用担心 我们只要用水冲一下就很干净了 我们利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呢是没有底色的 这也是它的一个角度问题 清洗呢是不用担心的 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浅袍给它拿掉 接下来呢再把这个鲜锅给它放上去 把盖子拿掉 在上面喷上一点食用油 先给它开火 加入葱段和姜丝炒出香味 先用铲子来翻炒一下 把香料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炒香以后加入煎好的鱼 然后在里面倒入开水 加入两颗的生抽来简单的调一下味道 一勺自制的五香粉 一勺胡椒粉 两勺白糖体鲜 加入一大勺使用盐条碗 做鲫鱼汤呢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不需要太多复杂的调料 加上几粒的干红花椒 一小把的枸杞 然后呢我们给它盖上盖子 直接开大火来煮就可以了 温度呢可以随时调节 大火煮开以后转上文明火慢炖五分钟 它的加热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现在我们的鲫鱼汤呢已经炖好了 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哇好香啊 在出锅前呢还可以撒上一把性感的小葱花 作为点缀 像这样呢我们的鲫鱼汤就已经炖好了 如果想喝奶白色的鲫鱼汤呢 在炖煮的过程中就不要加入生抽了 只要加入一些食用盐留个底味 加上几粒的花椒粉和胡椒粉给它去腥就可以了 这样炖出来的鲫鱼汤 汤味呢是特别浓郁的 鱼肉呢也是特别的鲜嫩 用这种做法做出来的鲫鱼汤 鲫鱼肉呢吃上去也不会那么兴起 非常营养的一款汤 让老人和孩子都一定要多喝一点 自从我炉手了这个多功能的锅以后呢 我们家里面的炒锅啊 电磁炉呢都要下岗了 厨房里面节省了更多的空间 亲摸好友聚餐的时候 把这一整套的锅给它拿出来 我们用它来烤肉啊 或者是炖煮啊样样俱全 淡淡的看这个颜值呢就非常高端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分享 那就请给我一个点赞和关注吧 创作不易 你的点赞和评论都将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 点我的头像还能看到一些 家常美食视频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